我的亮不亮吧 两天我不是烤了乳猪吗 失败了 小红看到之后就给我说 来他们家学一下 这不今天下班了之后赶紧过来 生怕学不到 赶紧进去学一下 这是猪上骨 猪上骨也剔掉 你把这个猪剪刀 对 也是从中间给它剔开 那个方向给它划几刀 肉厚的地方就给它划开 就像划那个肉丁一样 改刀不错 是吧 这已经是改刀完成了吗 拿去烫皮 就给它烫水 烫到10秒左右就行了 晾一下水分晾干了之后 就拿去腌制 看这个猪是烫好了吗 准备拿来腌制一下 这是你们师傅调好的一个蜜质酱料 是吧 这个可以传送吗 一泡等一下 师傅跟我说把乳猪烤好的秘诀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酱料骨均匀 对 现在就是涂抹均匀 乳猪已经腌了半个小时了 肯定是入味了 先把它串起来 对 穿内骨上 再穿过去 挂钩给它挂上去 两个都一起挂 铁丝 给它固定住这个猪腿 开始交叉打到中间 就像这样子固定住它 挂起来 现在给它上个皮水 可以了 乳温先预热到200度 上好皮水的乳猪 放到这个锅炉当中 给它烘干 已经半个小时了 拿出来 要进行自然的烘干 十个小时之后 再放到锅炉 好 乳猪先把肚子这一面 脚外面放进去 然后再盖上盖子 这里面已经烧了15分钟了 现在要给它翻转过来 翻过来 这个猪基本就烤好了 现在给它起 挂着 乳猪先给它上层花生油 这乳猪烤得特别成功了 打包回去 放到锅炉里 这个就拿回家了 来 烤了个乳猪 不容易拿乳烤的 这个我自己烤了我跟你说 乳猪烤得多的 去金龙酒家他们那里烤回来的 他们用明炉来烤的 试等一下还挺容易的 试一下 好辣哦 来来 拿去试一下 来来 这个脆脖 阿爸你要吃哪个部位 让他吃 哇 哎 这个 这个 今天你一大就更胃 胃啊这个内部 弄点糖也行啊 你要不要糖 我不就这哈 他们家放酒席啊 婚宴啊 还有平时的一些 向前面节奏的 都烤肉肉吗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今天你开火了 不定都不熟 你没有这鲁皮啊 包括咱们那天买的那吃 味道没有这个 但是那吃饭就要吃饭了 对 因为这鲁皮就要吃饭了 那这鲁皮就要吃饭了 嗯 要吃饭了